好,接著到下一部了 唉... 做什麼鞋子呢? 鞋子什麼呢? 唉... 你的哲愛啊,大哥 不用這樣鞋子 即使它是難的,你都會認為 因為粉絲的關係,你會認為它是神作的 當然不會 那些才是粉絲 當然不是啦 那些不是粉絲,那些慢了 接著下一部要說的就是 Black Rock Shooter 因為只有八集的關係 最初都想著 有一點點看好它 雖然看到那些畫有一點點崩 連在官方網頁那些畫都有一點點崩 但都死下去了 是不是因為沒有錢才會搞成功? 它一定不是沒有錢 不是呀,那個... 那個... Black Rock Shooter那邊世界的錢 是呀 那些作畫挺漂亮 對比現實世界 故事其實它就用回OVA那個套路 相比的 有些不同的 大廊是一樣的 其實那個大廊是 但是你說那個細節裡面 還有那個女世界的設定 就改了 不過這個我想應該是本身 江田魔女 他也改了三本歡的劇本 應該就會是 我估計就 但是呢 這樣看完之後我覺得 三本歡 給他好啊 這麼大喔? 我這樣看其實 江田魔女 其實他不是很擅長寫一些 夾雜一些戰鬥元素的動畫 他如果純是... 如果他純是說一些 好像說 校園生活 或者愛情故事那些東西 他真的掌握得很好的 但如果一涉及了戰鬥 我不知道為什麼江田魔女的劇本 就會變得很奇怪 他不是回去寫青春翻船 但他其實工作越來越多 你看到他 因為好像之前你拿到花那些 評價是很高的 我也是那句 有名不代表他 各樣東西都會寫 尤其是劇本 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地方 但我顯然覺得 不單止是Bell Shutter 其實很多戰鬥班江田魔女的掌握 故事人物和戰鬥方面 好像他分開了兩部份來寫 而今次更加 因為Bell Shutter裡面 有表世界和女世界的設定 這麼像P4? 是不是? 你沒有這麼P4 我的意思是 他的設定只是表世界和女世界 其實他也是用OVA的設定 就是人物 基本上除了黑衣和少女友之外 還有魷魚 那三個角色 就照用關係的套路在裡面 不過你說加入了一些新的人物 故事其實都是說 一開始都是說他們入學 OVA的頭那部份 都是照跟著 都是說入學之後 然後Mato就看到Yumi 然後就直接被他電親 好像是 我一定要跟你做朋友不好 其實那個故事 那個套路是挺奇怪的 其實那個位置 你一開始看到他 突然就說很想跟他做朋友 他好像一開始說 那個性好像很吸引 那樣 那個性吸引 不代表你要跟他做朋友 主角是美人 主角有力場 其實他想搞八合的 你不知道 這套其實八合味 其實不是說他很重 沒有OVA的感覺 那麼重 你可以說 雖然OVA也不是很重 其實我覺得也是 希望跟他做朋友 那時候就被另外一個出灰 總之就是一個非常毒涉的 而且這套東西 開頭的顏勵方面 其實都非常之厲害 無論是Yumi 或者是出灰 他們的顏勵 是經常在每一集都出現 那些是顏勵還是崩 崩加上顏勵 總之你會覺得 這個人為何這麼抽象 這個樣子 很難想像 都會見到的 其實他都是採用 OVA的設定 OVA的設定 其實會說 表世界跟女世界的交替 互換 其實我之前都有寫過 就是 互換的問題 OVA其實是 開頭你可能 有些不明就女 但是你最終 最後回到來 你會 得到兩個世界的 關聯 那個意思 但是這裏 其實我覺得 江田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 本來一個OVA 一個很短的故事 拉長了八集來做 令到開頭 頭兩集 是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拖氣 不是拖氣 是很多時候 就是當 那些女生 他們的關係 有些爭執或者衝突的時候 就突然間 將畫面 切換了去 女世界裡面的一些戰鬥 或者這麼說 他將女世界的設定 扔到最後 好像第五第六集 第五第六集 才開始解釋 變相遲了很多 但是我覺得 他對這個描寫 是不夠的 我反而覺得 他八集太少 老實說 我不覺得 江田 有虛淵 和 這個新房那麼變態 他們不可以 搞到好像 魔法少爺少爺 你進去 魔女的空間裡面 搞很多 很偷像的東西 去表達你想表達的意思 而人家可以找得出來 江田是做不到這一點 而在Bell說 這個世界裡面 就算他們有衝突 正在打 但是代表些什麼呢 其實你不知道 但是突然間 你就覺得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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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會覺得 是的 兩邊是完全不同故事 可以拆開來看 我看了OVA 我們可能會 明白到 應該是類似的意思 最終當然 意思是不同了 但是 你如果沒有看過的人 你看這一集的時候 你會覺得就是 他將兩套動畫 那些片段剪爛完之後 再拼在一起 那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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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本身OVA的時候 已經出現的問題 OVA的時候 其實我也講過一個問題 就是 他本身是切得太碎 所以令到那個劇力會不足 無論是女世界的戰鬥 因為斷斷續續 你會覺得 那些戰鬥都沒有流暢 테ivas sounds好不好 這個言延逐性 要是 屍為要去摘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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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的 是的 而 《了학雅》 それから 說一說,切入了一場戰鬥之後,又到了另一天,又過了第二天 那件事件究竟是怎樣呢?你又覺得好像沒有解決過任何事情 兩邊的世界都討好不了故事的表達 所以其實這個手法在OVA已經出了問題 但是在八集裡面,開頭期期望就是 會不會可以修正這個問題 因為有八集的時間,最多給你一集表世界,一集女世界都可以 只要講句話,一、兩集他解釋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最終他還是採用回OVA的手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OVA的手法的評價,最終回來給他 都算是好的feedback 所以他繼續用下去,但是用下去就很有問題 因為OVA一集完,在最後那一集才 一氣可成 對,一氣可成,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拖到八集那麼長,就會變得很不完整,很零碎 當然我們表世界當然一定是差勁到不閒人 其實人物關係都很異常 嚴格來說都可以稱為中義 不是壞掉嗎? 黑化壞掉中義,全部都有 因為女生之間的友誼,描寫得很恐怖 你明白嗎? 是很廉價還是很膚淺? 不是廉價,是很恐怖 神經病 本身表世界的護士,出灰就不是不想讓Yumi認識任何朋友 他覺得這個是可以給其他,不能讓他認識其他朋友 他的生命裏面只能有我一個朋友 因為Yumi令到他兩隻腳下不動 在最初,他小時候 我不知道他的腳下不動 其實不關他的事 不關他的事 他說不要走 然後他自己被車撞 然後Yumi又走回來照顧他 然後就開始一個不正常的話題 這是一個很異常的友誼 簡單說是一個很有摺有肉的人 可以這樣說 Yumi的性格本身比較內向 以及比較怕事 而且他一直覺得自制 這件事都是我不好 雖然正確來說是不關他的事 雖然正確來說,他想心一層 其實完全是不關他的事 金貴真的有很多這樣的人 金貴真的有很多交片 那個友誼本身,無論是Amato 想跟Yumi做朋友的契機 或者是去到之後 看到Yumi和出灰的關係 你會看到就是 他描寫到女生的友誼是很異常 扭曲 對,全部都可以扭曲了思想 其實是乾田女的 人心扭曲了 是不是乾田發生過 乾田是男人來的 乾田是女來的 整個世界才會過頭 那他才知道女生的感情是這樣的 可能他在他眼中的話 女生的感情很高 好,我們看看 誰知道 誰知道是沒有女生的 即是在後生裏面 可能有些 不如,小世界當然是可以說一無是處 我也真的可以說一句 但女世界呢 我們先說贊助方面 戰鬥方面的確是落足本的 其實是 很滿足的 如果是給我出產的粉絲 可以這樣說 而且如果我單純以一套戰鬥番的角度去看 其實他分鏡或者動作的流暢度 速度感 速度感 力量的表現 全部都做了 因為紀念旗下的 有爆頭有爆血 有用那些 鎖鏈 昨年有些刺釘 一個長的東西 總之你要看到 女世界那些戰鬥中的女孩子 都是非常之狠毒的 可以完全沒有傷 很厲害 不是完全沒有傷的 是除了Badwater Shooter 沒有傷 因為女世界 當然其實很難說傷 你整個德州電 這樣鎖她兩隻手 然後鎖完之後 很難說她的傷痕是怎樣 因為Badwater Shooter 通常每個人對打都是Badwater Shooter 然後最後 通常Badwater Shooter 一開始捱打 然後Badwater Shooter 一擊必殺 所以你就不覺得對方有傷 因為全部都是 而且你說 當然你說 戰鬥那個 剛才說戰鬥感的方面 戰鬥表現 其實一定是出色的 但其實她不是做得那麼好 因為 本來我都明白 女世界是 她特意都是想做回歪話 不說話 但是 令你覺得 木無表情都算了 那些傷痕好像是沒有影響 好像打R.P.G.打遊戲 扣你一百血 然後那些 依然是可以很敏捷的 跟你一直打 是沒有分別的 那個表達手法 她不用言語去說的話 但她用畫面方面 這方面是表達不到 可能很單純 你看一場戰鬥 你會覺得很爽快 但她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都是跟OV一樣 切得太碎 所以其實 那個流暢感 和爽快的感覺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打得下突然斷了 又去到表世界 又去看一些很滑的電影 然後就突然又給你一套戰鬥 你看 扛明姐給她中場休息 搭一下搭一下 跳一下播一些廣告 那個時候得到政府P 明白嗎? 如果剪掉了表世界 那些那些那套東西 會不會更顯 我是有這樣的想法 把所有表世界的東西 全部剪掉 只剩下去的戰鬥 然後把它夾襲成一組 夾襲成一套東西 這樣的話 我相信是非常好看 這個是成長的OVA 就更換成哪一套 對 去到後期的那個時候 這個東西已經開始改善 叫做改善了 不是改善了 因為故事的核心轉移了去女世界多一點 其實已經是女世界打 基本上整集都是女世界的劇情 這個是去到第七第八集才有的情況 之前頭六集 其實情況都是不停在互換交接 故事裏面 其實就跟著就說 這個Yumi 忠義就頂不順了這個出闊 然後就說 你放過我啦 不要再跟過你了 是不是這樣 你好煩呀 因為他真的很想和這個Matha做朋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最初是Matha很想和他做朋友 我看上去 你是你小的女人 然後Yumi就很想和Matha做朋友 Yumi那個案子還站得住腳的理由就是 因為他這麼多年來都被這個出闊那麼固住 突然有個人說想和他做朋友 他當然是吐帆瑩的 而且他最初有說到他們是共同嗜好 喜歡看那本 小鳥那本 對 採積小鳥那本的畫集 最終就是因為這樣 Yumi就不想再被他困住 然後接著他就撤換了 其實去這些大事件 就來一場在女世界 來一場大的Battle 就是由這個Devil Suter對回本身 出灰那個 我忘記出灰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 但是那場戰鬥裡面是有拖著Deathmaster過去的 Deathmaster是做一個被拯救的角色 其實他那時候是有被控制的情況下 這個其實因為他把女世界表現表世界的問題 其實是你從這個位置開始就會解釋到這個意思 我是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是等了他八集之後我才再看 我看完第一集已經有這樣的感覺 看完第一集已經有這樣的感覺 看到想翻桌那麼划算 我看到我立刻出編東西 立刻插到他媽媽也不認得 這叫露火攻心 不定第一集是這樣的 後面不是呢 後面照樣是這樣 不過我給他告訴你 你不要預期他可以推翻了什麼 其實你說女世界那個戰鬥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不單調的地方 就是因為他用了很多不同的武器 無論你說出灰那個角色 他是用機械 他用了一架馬車 蜘蛛 四腳爬行車 蜘蛛車 然後用對表表世界那些食物 我不是很知道 那個餅乾 總之餅乾的東西 他去丟給Wasselta 還有他有車輪 這個車輪的代表就是 他兩隻腳走不了 那個意義 唯一最成功就是 女世界的角色是配到表世界的故事 但是表世界的故事是配不到女世界的故事 反而是 是由女世界就表世界 反而是變成了 出灰這場就合格的 我覺得算是 就是表現表世界的問題 不過其實 我其實不是說去到很喜歡 他這種的表現手法 其實現實就是 將表世界要感情交流 一些角色的對話那些東西 全部都關掉 就是戰鬥的解決 一切都是以拳頭 以拳交心 對 以拳頭就是解決任何事情 變相就是 江田本身他自己那種劇本的寫作手法 就令到整個故事好像格格不入 就好像就是 是否說到好像想在戰鬥那裏 想帶出一些意思 但是又帶出得很難 最終你就是知道就是 在女世界的戰鬥裏面 是代表表世界的甚麼 你不會有感動或者會有感觸 覺得這件事這樣解決是很漂亮 你常覺得那些戰鬥很爽快 女世界的出灰的角色 被Belloster打死了 好像是咳頭死 我沒記錯 是的 但是表面會不會是咳頭死 表面之後 本身他就會黑化了 但是因為 在女世界的角色死了之後 表世界就突然之間會漂白了 就突然會變成一個很清爽的少女 即是變成打爆了她的心魔 但我感覺就是 當有些很解決不了的關係的時候 我用戰鬥去解決 是的 會令到就是本身 一個這麼糾結的問題 就算你龍與虎那些也好 那對花也好 那些是靠故事去找 去怎樣令到這件事件大家去釋懷的 但是他就用了10分鐘不夠的戰鬥 就幫你解決了這個問題 所以你不會對表世界裏面的角色 會有任何的投入感在裏面 加上他們神經病 你怎樣投入 的確有點瘋了 到出闊就釋懷了 那不會升线的那些就不會 不會突然之間消失了 是的 洗白完之後 接著就到Yumi黑化了 Yumi黑化的理由是什麼呢 當他和Amato做了朋友之後 做了朋友之後 當然有這個蜜月期的戰 又有這個冷淡期的啦 開始其實因為大家都有些東西忙 開始就少了跟他說話了 因為初初是看到魷魚在那裡 是的 因為魷魚和Amato是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你可以說是青梅竹馬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 之後才說 是的 因為這個原因啦 然後很多時候就說 Yumi和Mato其實在學校的交接 大家對話的時間其實不多的 他就看到魷魚就經常可以和Mato一起 還有兩人對話的時候 Mato經常都在說魷魚點點點點點 是的 Yumi就覺得 你和我聊天 就是說 你和我拍拖 你和我聊天 你和我聊天 就是那個問題 然後就慢慢就 開始黑化了 他就開始 是呀 是的 其實你如果這樣對比 其實本來出灰的角色 由Yumi去做這個擔當 就是說 我又要是 困著Mato 他只可以有一個我一個好朋友 這樣的個案 其實挺重複的 這個位置其實挺重複的 因為本來你說 兩個角色 用同一個故事的表達手法 去表達出來 而最終其實 是為了什麼 就是為了在女世界裡面打一場 那你倒杯打一場 直接打一場算是好 但是如果沒有記錯 Yumi 他好像有說到 他一開始是 保持著被人 被人需要的 但是去到後期 當他們真的做好朋友 做到朋友的時候 反而 就沒有了那種被人需要的感覺 而且 因為本來 阿卓灰洗白了之後 突然間有一個 有一個陰沉少女 變成一個開朗少女 非常天然 是的 然後 就算毒蝕 也有很多好手 其他同學歡迎 然後 然後 就開始 他就不再需要Yumi 其實都很喜歡 就是說 我找到其他人 代替了 我不需要你 那是個個案 其實 其實 都還是很黑的 雖然洗白了 但白中大點黑的 其實 現在是不要和尚 就是有無有的 然後 其實 Yumi就覺得 好像沒有很多人再需要他 最決定性的一句是什麼 都是我們的出灰 出灰小姐 說了一句 你放過我 那件事很怪的 如果你說 黑的那一句 是出灰 是想 弄死Yumi 其實他還是對他 還懷著一個怨恨的心情 在他最失落的時候 跟他踩到他一腳 他送完禮物 原本 Yumi很開心 以為你還關心我 還需要 但是 之後笑著跟你說 我們分手 對 你放過我 然後 我們分手之後 會怎樣怎樣怎樣 很好的 然後 你放過我 然後我敲頭說 之前不放過他 那個人是你 現在你叫他放過他 我又不覺得 Yumi很需要 Yumi是需要 Mato 其實不是需要你 我現在想不到 出灰小姐 然後 然後 就因為這樣 就正式完全黑化 在女世界裡面 就變成 Dead Master 就對這個 Bad War Sutter 的一場大戰 他那個結界 那個意思 其實就是說 反映 那個 表世界 那個女角 他的內心世界 那個環境 出來的 理論上是 封閉著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封閉著一切 其實你可以說 他也是做回 剛才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打完 Bel Sutter 贏了這個 Dead Master 之後 就突然之間 表現的那個人 就說 角色 其實我也不需要這樣做 在這個時候 就加插了 開始解釋 女世界 跟表世界 有什麼關係 其實你說 當中 他有插了這個 推波助瀾的人 就是 沙耶 沙耶 不是那個 很多時候 就是 為什麼 角色關係 會變得更加 惡劣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 這位社工 在學校幫他們 做心理輔導的時候 經常 無意之間 加多一腳 踩多一腳 這樣說 這個很厲害 即是說黑手 等等 開頭你說 Yumi那個案子 都還可以 因為本身 這個人都真的 精神有少少問題 加多一兩腳 突然間 瘋線斬人 即是他都拿著 戒刀割自己的頭髮 都還可以 但其實你好像說 他對 Mato 或者對Mato 那個問題 我又不覺得 他可以影響到他 那麼深 其實他 經過我這樣說 他不是想著 對Mato 他是想著 讓Bel Sutter 不要影響到Starlinkus 他主要的目的是 這個 不要讓Bel Sutter 殺到Starlinkus 如果他的意思 其實應該說 不停幫Bel Sutter 去找一些敵人 總之就不要找Striter 那就沒有問題 他是靠幫他找敵人 然後去保護另一個人 但其實這個 這個的意思 其實出不了 首先是 不明白一件事 為什麼Bel Sutter 在裡面 是這麼厲害的 他好像說了一句 不知道Bel Sutter 是 因為Mato 是 把這些東西 全部收到在深度 然後 就好像 總之 說了一堆東西 我不太理解 小魚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其實這裡有一個最大的 北位 就是 本身 女世界的少女 要戰鬥 的理由就是 無論是 出灰的角色 和Bel Sutter 在這裡打 因為他們本身有 這個衝突 而Bel Sutter 和Dank Master 有對戰 都是因為有衝突 但是 在這個十六年前 Mato是未出生的 那Bel Sutter 是誰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都很想知道 這個 一看的時候想 咦 怎麼這麼早前Bel Sutter 會存在 他做了 他做了 有什麼事 Bel Sutter 我們這個時候 應該先說 女世界的設定 可以先說 女世界的設定 就是 當一個少女 會有煩惱的時候 就會 在 有煩惱 有痛苦 或者一些 負面的情緒 的情況之下 就會令到 是不是每句一致 你想說這句 原來 就會令 很困擾 很困擾 難怪裡面經常是大戰 最少一個月來打 我們回到正題 因為那些負面情緒 就會令到 女世界的角色 產生一個角色出來 就是那個煩惱的結晶 就會是 女世界裡面 那位少女 那麼 女世界那位少女 只是 懂得不停戰鬥 她們是沒有感情的 首先是會代替 那個 表世界的少女 承受傷害 然後 之後就會不斷戰鬥 然後 當她戰鬥死亡的時候 那個煩惱就會解決 那個煩惱就會消失了 因為 女世界那個角色的死亡 代表煩惱死亡 這裡的解釋 就是 不是解決了煩惱 是你忘記了煩惱 表世界的其他人 是全部記得的 全部記得這件事 即是 你突然之間 貼了線一輪之後 你突然之間 你會覺得 我有貼過線 我沒有貼過線 老師 忘記了考試怎麼辦 我考試煩惱 現在忘記了怎麼辦 我想到一個問題 如果我考試零分 令到壓力很大 然後跟著 女世界的角色死亡 就是我忘記了 我自己考了零分這件事 她忘記了我沒有考零分 我忘記了考試這件事 不是說實際 是將女世界的故事 即是幫表世界的故事 表世界的角色 是解決那個問題 是忘記那個問題 角色其實 她應該是不停有煩惱的 每日生活你都不停有很多 不跟她的煩惱 應該有一個問題 當一個煩惱產生了少女之後 那是否將所有的煩惱拖到少女上 照看就應該像 但是 當煩惱解決了之後 再出一個新的煩惱的時候 那究竟是否會再形成一個 新的女世界的角色 這件事就 不清楚 因為本身這方面要由 就是 魷魚 Stryker 那個角色 唯一在女世界中 我們看到最多的 量產型角色 就是Stryker Stryker 有幾件 因為 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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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在生的,最後那一斬啊 他們所有人的在生,是記起自己的 我忘記了的痛苦 忘記了的煩惱,而令到 女世界那位少女再復生 另外,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她的煩惱定義是甚麼呢? 甚麼都得 如果她說,我很多錢,我很煩惱 都得,應該,如果照她的理論 是都得的 我們不要說這個現實的問題,忘記自己有多少錢 那就變成定義不了煩惱的事情 因為她本身 表世界和女世界的 那個定義性有少許 還有,因為表世界和女世界的關聯 另一個問題就是,沙爺 她本身好像說到 她想控制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表世界和女世界的角色 其實是無關聯的 應該說她們是 那個連結,就是在於 表世界的煩惱 產生了女世界的角色 而不代表表世界的人 可以控制女世界的角色 然後衍生的問題就是,沙爺 為甚麼可以控制這個 Black God Swap 不明白為甚麼 不明白為甚麼她可以控制到 只是沒有解釋的 因為本身有一個設定就是 無法解釋的一件事就是 女世界的角色是沒有感情的 是一個最大的設定就是 女世界的角色是完全沒有感情的 除了斯多林克斯之外 是的,是除了斯多林克斯之外 她突然之間 一個叫做異化 令到她產生了感情 但其他人是沒有感情的 而其他人是沒有感情的 那怎樣可以讓沙爺 控制到女世界的角色呢 是不知為甚麼 總之她說她控制到 那這樣就變成 將表世界和女世界的 那個相異性做不到出來 那樣 她是很想連結一些 但她又特意做到一些設定 懶忠意 懶忠意 說女世界的角色 全部都是殘落無情 那些東西 如果不殘落無情也是一個感情來的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總之她表現到這些 但在女世界裡面的所有事情 她是沒有感覺 總之你跟一個人物是沒有分別的 女世界的角色其實是跟一個人物是沒有分別的 除了之後 因為本身就是 為什麼沙爺想拯救魷魚呢 因為本身就是魷魚的女世界角色 突然之間不知為甚麼 都是沒有說原因的 總之她產生了感情 因為她見到Bad Wall Shorter在游輪其他女世界角色的時候 被Bad Wall Shorter打敗了 但她又沒有死 但又死不去 然後又看到她在游輪其他角色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覺得很害怕 然後跟著就跟這個表世界的自己 表世界的魷魚本身 就產生了聯繫 然後就把他們表世界的魷魚 就去了女世界 而女世界的Striter就變了魷魚 變了表世界的魷魚 好像談了一段時間才交換 總之交換了 但不知為何可以交換 又是她說完就算了 金手指 基本上那個不是就是GM 是游輪是GM 來的嘛 英雲交換 三支部幫手 但是呢 這件事其實 為什麼我們剛才會說是很大筆呢 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十六年前 我就算當她原本是初中生的情況之下 劇情都已經是初中生 過了十六年之後 她的樣子依然是初中生的樣子 其實這也不是問題 因為她現在劇情上也是初中生 但是問題就是 Mato的記憶裏面 是跟魷魚讀過小學 讀過中學 是的 但是魷魚的年齡 我比進的她都是十六歲 其實發生Striker的事件的時候 魷魚應該是未出生的 甚至就是出生都是一個BB 我不覺得一個BB可以生出一隻 給我輸帶出來 還有問題是 魷魚為什麼 一個初中生的尺寸 為什麼可以讀小學呢 而在Mato的記憶裏面 魷魚的角色真的縮小了 真的變成小學生的尺寸 這個故事是一個最大的筆 就是 這件事發生在十六年前 其實可能是 剛剛出生的 但剛剛出生 可以形成給我輸帶真的厲害 通常主人工有些特異功能 天賦而品 你說了算 真的你說你就算 她媽媽過給她的 即是她媽媽 沒有這個設定 她媽媽也沒有這麼多 中生就生了一個 本身就是故事已經令到整個故事 她想說 我很有理由 為什麼女世界跟表世界很有關係 但是她作的理由 是令到她覺得完全是沒有根據 沒有理由的 總之她說了 你一是又信你一是又沒有信 但是你不要問為什麼 千萬不能問為什麼 你問了 你會發覺很多 這個社會崩壞的 崩壞的設定 Mato想知道究竟 Yumi發生什麼事 之後 魷魚就說 你想知道 我帶你 之後就引了她去 入女世界的意識 一得二 但是 那一下就剛好 Brosota一下刀穿了 Deadmaster 然後Mato就 壞掉了 那個問題也是 不要問為什麼 為什麼她可以把表世界的人 封在一個女世界的角色裡面 那也不要問 然後 然後就是 到女世界裡面 Brosota那個角色 突然之間 是很有感情地 跟這個 表世界的Mato 封在她 不讓她做任何的事 應該是Mato自己壞掉 之後就暴走 然後Brosota就暴走 然後 然後突然之間 Brosota就暴走 好像你 睡醒的時候 發現你殺死了 你的好朋友 所以 就壞掉了 因為這件事 然後 這個 沙爺 突然說 不行 這個女世界又不知道 會崩潰 等等 又是 沒有說過 只不過是因為 Brosota暴走 理論上 就會 周界殺人 就會有機會害到 Starlink 開了魷魚 加劇多多女生的煩惱 挺好 周界殺人 不代表一個月不會多次 哈哈哈哈 有這個問題 其實最詭異的就是 身為本身Mato的女世界角色 Brosota 即暴走之後 然後 然後 在最後的故事裏面 Mato是可以自己 把自己變成Brosota 然後 把暴走的Brosota 將和自己分離 那麼 女世界的女世界 就變成兩個Brosota出來 先不要理會劇你 這次我很感動的 Brosota就是Brosota 我很感動的 但是 劇你是完全解釋不到的 OK 純粹是想他們打一場 很簡單 每個主人公都要面對自己 每個人的最大敵人就是自己 所以我要錄這場戰鬥出來 其實你誤會了 其實女世界Brosota 和表世界的Brosota 是兩個人來的 表世界是沒有Brosota的 不好意思 表世界的女主角 是兩個人來的 其實我想說 我也誤會了 樣子不像 之前你誤會了 她有那個女世界 那個女主角其實不是你的 大家都被騙了 我想說一句 你有沒有看蜘蛛盒 我明白 我明白 黃黑蜘蛛盒不行 人家哥好像是外星技術分裂出來 那你就當作外星技術吧 又有一個 知識沒有解釋的 然後 最底就是 最終就是 為何Brosota可以贏到 暴走的Brosota 就是因為 其他 就是他之前打低過的 角色 換成自己煩惱的記憶 然後 然後 突然 那個幫手 只是 侵入了世界的空間 看著他們打 然後 然後 無緣無故 表世界的Brosota 就變成了 地上超大的大炮 出來 那個是 我記得 好像是把 Brosota的炮 放大炮 那隻大炮 是蛇花生的 那麼多人看的 蛇蛇的 你沒有看Brosota設定嗎 最後 因為這樣 就打贏了 暴走的Brosota 然後 故事就是這樣 世界和平面 然後 然後 最划算 他們 女性的角色 就是他們 從裡面 跟他們說 我們這些女性的角色 我們是沒有感情 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說沒有感情 你就不會跟我講話 你就不要來救我 那個Brosota就是 就算 他們喚醒了煩惱 即是他們的煩惱 他們記得 他們的記憶記得 女性的角色 理論上 因為沒有感情的關係 他們是不會顯身同滿意 去幫這個Mata 錯啦 是復仇的 你Brosota殺了我 又過來找你 看著 看著你被人打敗 怎麼知道 看著自己打自己 不是 是看著 撿街 大家站著 來 逐個逐個來 誰知道你被表世界 自己打敗 我真是可惜 我撿不到溪 我二十血 我就撿你 收加價位 下一個再撿 現在最終 說的主題 其實是說什麼 其實他沒有說什麼 好像他說 主題好像是說少女的煩惱 但他又用戰鬥去解決少女的煩惱 後面好像有一段話說得很漂亮 但我們 即是 你講那本《話策》的故事 不是 那句話 即是 林修美ED的時候 Mata說了一件事 說我們有很多煩惱 但我們仍然會面對煩惱之後 我們會成長 那些完全是純粹 那些是獨後感 那些 打機的Ending 真是說一句 就是 《三本寬》本身的劇本 其實已經有 《三本寬》 《三本寬》 原本 原案是《三本寬》 這個 OVA的劇本 他照著這個方向去做 本身就已經是錯了 難怪江田 不是 他拍四集 但其實 江田他寫那一下 當然你照這個劇本 其實都可以寫 都有辦法可以寫得好 雖然不是 他看到《三本寬》那些東西 並不是說 最差的事實 始終你說OVA的 都還有可責之處 他都還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他自己都改了很多設定的事情 本身的劇本 其實那個劇本的彈性 理論上應該是有 最終其實你只可以說 江田他選擇了 用OVA的走向 去做這個劇本 但是 做出來之後 比《三本寬》做得更加差 整個故事 他本身套路不對 他做到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有疑問 既然你可以選一個故事 當然這個可能是 要分帳的問題 就是為何不選 《貝爾蘇達的遊戲》裡的故事 其實那個故事更容易處理 也是大家最想看的故事 但那個不是最終兵器 屁女打 外星人嗎 沒有問題的 最起碼故事密落 是清楚的 整個故事 都是《貝爾蘇達對貝爾蘇達》 一個白色 白色對黑色 好 夠實驗 還有蓮刀 好像還有授手 這個不算 但是他現在是將兩個世界在那裡穿越 如果本身用遊戲 遊戲 打外星人 你做一個套路已經是無問題 其實八集可以處理這個故事 你真的要打 可以打到七彩 因為在遊戲的故事裡面 除了打就是打 你甚至說話也沒問題 對的,遊戲本身是有一些backup人團,你可以亂說話都可以 當然你說對遊戲的故事其實都頗慘,一開始的故事 幾乎所有人類死了 一開始的故事一開始就死了十幾個男人 所以那個是中文化的婢女 Scam 不是,有一個援助女性的,我記得是有一個 那個不是人來的 我記得是半個是做人還是什麼 總之不是機眼 那也不是正統人類 但是,這個題目就是 最終就是當一個疑似男主角 當所有,另外十幾個男人死了的時候 他說這句話,我不是這個世界上最後的男人 說這句話一秒之後,他就死了 還要是化灰那種死法,差也不能剩 因為,本身,The Game的故事,夠單一夠單純 雖然你說,變成機梁,你可以說變成機梁設定 就是說,Bell-O-Suta本身是沒有這個故事 即是沒有一個背景故事的負擔 你喜歡怎麼改 你喜歡怎麼改就怎麼改 其實,沒問題的 本身是一幅畫而已,沒所謂 Hocker本身,他自己都沒有 即是,他定義了 你最多在裡面可以加回Deadmaster 因為,本身在遊戲裡面 是沒有Deadmaster 你加回一些角色,其實是任你加 故事裡面,自由度是很大的 所以,最難的就是 一個八集的劇本 沒有任何的原創負擔 他都可以弄得這麼難 因為江田不會寫純戰鬥版 你看看 他現在都不是純戰鬥版 他連純戰鬥版都不會寫 我寫戰鬥版的感情是好些的 我丟一些東西給你算 有些好像有少女之間的感情的戲 加一大堆完全 加一堆戰鬥下去 就說,其實有關係的 但最終做出來的後果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就是本身難 整隊裡面最大的靈點就是什麼呢 我們很欣賞做戰鬥的那幫人 很辛苦,辛苦了 應該浪費了那幫人 那幫人應該真的找一把刀去砍江田了 戰鬥真的做得很好的 我極力建議你把所有戰鬥片段吸下來 然後不看表世界 沒錯 那你就會覺得整個故事 嘩,簡直是很棒 說明說 如果這樣推出Blue Wave 他會買的,快點做 不得不提一件事 Blue Wave就是Badward Shooter的慣例 買Figure送動畫 送碟 是的 但是那隻Figure 你敢搞發兩萬多日圓 當年OVA 我說了一句 就算故事做得差 Figure我都知道 但這次我真的買不下手了 我不想浪費二千多元去買Figure 然後那套東西 我不知道真的會燒掉它 還是還是 那隻好像是Figure 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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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多元的Figure 更加買不下手 應該是最貴的了 所以大家 看看有沒有有心的人士 大家上這個Nikuliku也好 什麼都好 有沒有人很有心的 把所有箭都剪掉出來 你只看那一段就可以了 大家記得 因為樹齡說你有一個好有心的人士 賣完Figure 他就送你Figure Figure 我都不介意的 在這裡宣傳一下 大家我不介意的 如果你覺得你這麼想收藏Figure 我不介意 我只要Figure 我要Figure 可以的 可以的 講不講講OP 他用原本一首歌 即是原本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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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cell 原本幫Badwarsuiter 作的歌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也不大 那其實就是 用回而已 但他OP和ED的畫面 其實做得挺漂亮的 而且他很成功拿回歌詞 去做每集的歌曲 我記得是 沒錯 沒錯 沒錯沒錯 就是唯獨 所有周邊的東西都做得好 是唯獨故事核心那裡做不好 真是慘 即是主菜 弄壞了碟 弄壞了配料 這套就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